2012年年初 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的刘武全 扬起了利润可观的双阳梅花路 但在2013年 双阳区的路融市场就开始攻大于求 这档刘武全的创业之路 一下子变得崎岖了起来 于是刘武全决定 把养殖场搬迁到北京市通州区 迁址就能改变现状吗 敬请关注本期农广天地 传播农业科技经营知识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您好观众朋友 欢迎来到农广天地 刘武全是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的一名养路人 他养殖的梅花路叫做双阳梅花路 双阳梅花路由于产容量高 深受养殖户的青睐 然而养路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 这位三十来岁的年轻人名叫刘武全 从2012年开始 养殖梅花路销售路产品 走出了一条创富之路 那么是什么样的机缘 让刘武全与路结缘了呢 2011年的时候我大学毕业在广东东关打工 打工挣个一万多块钱 在当时应该是比较高的一个收入 然而在打工期间 却因餐桌上的一道菜 让刘武全做起了养路人 有一次吃饭 当时点了一道菜是鹿龙汤 感觉这个菜卖得比较贵 这个期间有很大的一个商机 所以我就辞职回老家进行养路 2012年年初 刘武全回到了吉林省长春市 双阳区的老家 养起了双阳梅花路 双阳区正是双阳梅花路的主产地 养殖梅花路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获得公路的鹿绒 鹿绒就是没有骨质化的嫩角 上面长有绒毛 里面含有血液 相对来说 鹿绒产量高的梅花路品种 更受养殖户的青睐 五岁以后的双阳梅花路 一只公路每年可产鲜绒 2.5到3千克 优秀公路的产容量 一年就可以达到5千克左右 这个数字对于养殖户来说 吸引力可不小 双阳梅花路具有遗传性能稳定 抗病力强 耐粗四等优点 在我国南北方都能养殖 正是看中了双阳梅花路的 这些优异性能 刘武全才敢大胆踏进 熔路养殖行业 那么这双阳梅花路 到底有哪些特点呢 在夏季 双阳梅花路的毛色 呈棕红色或棕黄色 白色花斑较大 到了冬季 毛色会比较深 鹿的背部有一条黑线 胸部宽 深 头较窄 嘴较长 眼睛大而圆 公路高106到116厘米 体长107到117厘米 体重108到128千克 双阳梅花路的路绒比较粗大 主干向两侧伸展 母鹿体型要小一些 高91到101厘米 体长93到103厘米 体重73到93千克 母鹿五角 头颈清秀 2013年 刘武全的双阳梅花路 养得一天比一天好 眼看着将要有一笔可观的收入 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情况 当时每年能够出篮将近100只的小鹿 购买鹿绒这个厂家 当时承诺回收我的小鹿绒 回收我的鹿绒 这个时候它就死活不要了 2013年的时候 由于双阳地区的鹿绒市场 公大于求 融鹿市场进入了调整阶段 这让刘武全的创业之路 一下子变得齐去了起来 刘武全也深深地认识到 埋头虎干养好双阳梅花路的同时 还要抓好市场销售 经过深思熟虑 刘武全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搬迁养殖场 跟家里人一商量 就是说到北京进行考察 整体的市场的消费的水平 比广东还要高 人们对养生的整个理念 还是比较重视的 所以说把这个路场搬到了北京通州 2013年年底 刘武全把养殖场搬迁到了北京郊区 打算另辟蹊径 走出一条自己的致富之路 在北京郊区建养殖场 对已经有养殖经验的刘武全来说 并不算什么难事 养殖场的周围不能有造声源 要给双阳梅花路 营造一个安静的环境 双阳梅花路 善于跳跃 围墙围栏的高度不能低于2.5米 卷设分为运动场和防射两个部分 运动场和防射的面积比例为8比1 卷设里面 还要有银水 石槽 盐砖等设施 除了准备好住处 要想养殖双阳梅花路 还要给它们准备好饲料 饲料分为青绿饲料 青柱饲料 精饲料 以及粗饲料 根据当地情况 粗饲料可以选用玉米接杆 豆类夹壳等 精饲料中 能量饲料可以用玉米 高粱 小麦麾等 蛋白质饲料 可以用豆饼 豆粕 花生饼等 另外还要准备好矿物质 微量元素和维生素等 饲喂前 根据双阳梅花路的不同生长阶段需要 把各种饲料按比例进行搅拌混合 混合好的饲料含水量 在35%左右 四味双阳梅花路时 一般每天早 中 晚 个头喂一次 在刘五泉的养殖场里 每年的8月下旬都是一个重要的时刻 大家都要为接下来的9到10月份 双阳梅花路的发情配种做好准备 完成种路的挑选 挑选种路要选择活泼 采湿快 反应灵敏 行动敏捷 背毛光亮的路 种母路可以在 宜满两周岁的后背路群和精产路群中挑选 种母路要性情温顺 乳房发育良好 挑选种公路要选择生殖器官发育良好 体成熟 身体健壮的公路 可在71到12岁的公路群中挑选 另外还要参考历年来公路的产容量 用产容量高的公路作为种路 产出的后代一般也具有产容量高的优点 由于南北方纬度的差异 预兆变化就会存在差异 北方地区的种路发情较早 大多集中在9月份 南方地区的种路发情较晚 大多集中在10月份 在9到10月份的配种期 公路有强烈的性冲动 公路之间容易打斗 因此种公路要单卷饲养 卷舍里面运动场的面积要在15平方米左右 受性冲动的影响 种公路食欲下降 要注重饲料的质量 提高蛋白质水平 饲料中还要添加一些钙 磷元素 维生素等 提高种公路的精液品质 精饲料每天四位2000克左右 其中蛋白质饲料占60%到65% 能量饲料占25%到30% 粗饲料 轻柱饲料 每天四位5000克左右 除了补饲一些青绿饲料均衡营养 还可以补饲大葱和胡萝卜 大葱可以促进种公路唾液分泌 促进采食 胡萝卜中的β胡萝卜素可以提高维生素E的吸收 从而增强种公路的性欲 种母鹿性情温顺 不会争斗 可以合群饲养 每只种母鹿占运动场面积8平方米左右 根据种母鹿的标情好坏 每天每只四位精饲料 0.7到1000克 其中蛋白质饲料占30%到35% 能量饲料占55%到60% 粗饲料 轻注饲料 每天每只四位4000克左右 在配种期 当种母鹿出现食欲减退 躁动不安等现象 就说明母鹿开始发情了 要根据种鹿的细谱进行选配 避免尽勤繁殖 种公鹿和种母鹿可以饲养在一起 一头种公鹿可以配15到20头种母鹿 配种持续半个月左右 当种母鹿行动小心 性情温顺 不再接受公鹿追逐爬跨时 就说明已经怀孕了 这时要把种公鹿赶出来 怀孕的母鹿也就进入了妊娠期管理阶段 母鹿的妊娠期为210到235天 这个阶段 母鹿代谢旺盛 食欲增加 怀孕之后到190天的这段时间 胎儿发育缓慢 是母鹿的妊娠前期 要防止母鹿过肥 胎儿过大 导致难产 精饲料的配方与四味料 与空怀期种母鹿饲养管理相同 轻柱饲料 粗饲料 每天每只四味4.5千克左右 为了给胎儿发育提供较全面的营养 粗饲料的种类要有2到3种 母鹿妊娠到190天以后 到分娩前的这段时间 是母鹿的妊娠后期 胎儿80%以上的体重 是在这个阶段生长的 精饲料中 要添加少量的维生素 以及钙磷等元素 其中蛋白质饲料 占40%到45% 能量饲料占50%到55% 每天每只鹿 四味精料0.8到1.2千克 轻柱饲料 粗饲料 四味5000克左右 在妊娠后期 要避免种母鹿受到惊吓 受到惊吓的种母鹿 在奔跑过程中 腹部受到顶撞 容易导致流产 转眼到了4月份 大地上一片春意盎然 趁着绿意正浓的时候 这些怀孕的母鹿 开始陆陆续续产子了 一个个新生命来到了 刘武全的路场里 他们能适应这里的生活吗 不要走开 浓广天地 稍后回来 由于双阳梅花鹿 感觉敏锐 胆小易精 分娩时 我们最好不要去打扰它们 让它们自然生产 生产后 母鹿补育期 都要注意些什么呢 子鹿又该如何照顾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双阳梅花鹿的哺乳期 在每年的4到8月份 母鹿分娩后母子相认 子鹿吃上出乳 母鹿就会带着子鹿一起生活 在哺乳期 子鹿生长迅速 营养主要来自母乳 因此 母鹿饲养的好坏 会影响到子鹿的健康 精饲料中 蛋白质饲料 占45%到50% 能量饲料 占45%左右 另外 还要添加少量的维生素 矿物质 以及钙 磷等元素 每天每只种母鹿 四位精饲料 1到1.3千克 轻注饲料 粗饲料 要多样化 四位量在5000克左右 子鹿出生后15到20天 就会跟随母鹿采食 这时可以投喂一些 营养丰富与消化的精料 让它们自由采食 通过捕色 促进子鹿 消化器官生长发育 锻炼 消化机能 当哺乳子鹿 经过80天左右的生长 身体健壮 性情活泼 采食能力好的子鹿 可以提前断乳 这样有利于母鹿 增标负状 利于发情配种 对于晚生子鹿 以及身体状况差 采食能力弱的子鹿 可以推迟断乳 但最好不要晚于8月下旬 不然会影响母鹿的标情恢复 子鹿断奶后 生长到11月份 这段时间 就是断奶子鹿的 饲养管理阶段 每只子鹿 占运动场面积 5平方米左右 四位时 粗饲料 轻铸饲料 要多样化 少给擒天 不限量 精饲料每天每只 四位0.35千克左右 以后每天增加 0.05千克 一直增加到 每天每只四位 精饲料 0.8千克左右 蛋白质饲料 占60%到65% 能量饲料 占30%左右 每天可以四位四次 子鹿生长到11月份以后 一直到第二年的11月份 就是育成鹿管理阶段 这一阶段的饲养目的 是培育体型大 耐粗四 鹿绒产量高 利用年限长的鹿群 这一阶段的公母鹿 要分群饲养 每只育成鹿 占运动场面积 6到7平方米 四位育成鹿时 粗饲料要品种多样 质量好 平时可以喂一些 氢绿饲料 均衡营养 粗饲料 轻柱饲料 每天每只四位 3.5到4千克 育成鹿仍处于 生长发育阶段 精饲料里面 蛋白质饲料占45%到50% 能量饲料占40%左右 每天每只四位量 冬季1000克左右 春季0.8千克左右 夏季1到1.2千克 秋季1.3千克左右 育成公路生长到 7到8月份的时候 头顶上就会长出 约10厘米长度的鹿绒 这样的鹿绒称为出生绒 呈圆柱形没有分叉 因为顶部形似茅桃 所以又叫茅桃绒 这茅桃绒虽然长得可爱 但一定要割掉 如果说出生绒 我们不进行这个平桃处理的话 这个鹿绒会比较细小一些 经过这个平桃了以后的鹿 它这个鹿绒肥大 粗壮等等 割绒前要对育成公路 进行麻醉 可以使用梅花露 专用麻醉药 根据药物使用说明 合理用药 用锤管针麻醉之后 就可以进行割绒了 鹿绒里面布满了血管 要在鹿角下部 用细麻绳捆扎牢固 进行止血 距离鹿角肌部 约7厘米的地方 把鹿绒锯下来 之后要赶紧 把止血药按压在伤口上 按压2到4分钟 给鹿注射麻醉剂解药 解开麻绳 育成公路就会苏醒 站立起来 经过育成鹿阶段的管理 可以根据双羊梅花露的 体型标准 发育情况等 挑选后背肿鹿 后背肿母鹿的饲养 与空块期肿母鹿饲养管理相同 后背肿公路的饲养 和成年公路相同 公路在生长到第三年的时候 也就进入了成年公路管理阶段 进入9月份 南方地区到第二年的2月下旬 北方地区到第二年的3月上旬 受公路体内的搞通影响 鹿绒会停止生长 这段时间 就是公路的非产荣期 人工养殖条件下 非产荣期又分为发情配种期和月冬期 9到10月份是公路的发情配种期 非种用公路可以进行核群饲养 每只公路占运动场面积9到10平方米 为了降低非种用公路的性域减少争斗 这个阶段可以不为精饲料 只为粗饲料和适量的轻注饲料 每天每只四位6000克左右 通过降低蛋白质摄取量 控制它们的性域 进入11月份 南方地区到第二年的2月下旬 北方地区到第二年的3月上旬 这段时间就是公路的月冬期 这个阶段的公路 体内搞通水平下降 性域减弱 食欲恢复 一般不会发生打斗 为了应对冬季的寒冷 精饲料里面 能量饲料比例要提高一些 每天每只公路四位精饲料 0.7到1000克 蛋白质饲料占20%左右 能量饲料占70%到75% 粗饲料轻注饲料 每天每只公路四位5.5千克左右 南方地区过了2月下旬 北方地区过了3月上旬 到当年的8月下旬 这段时间就是公路的产容期 这个阶段 公路性域消失 食欲进一步增强 由于鹿绒生长的需要 精饲料的四位量会比较大 需要大量的蛋白质 维生素 矿物质元素等 为了防止公路采食较多的精饲料 在消化过程中产生过多的乳酸 出现硫胃酸中毒 精饲料里面可以加入小苏打 等碱性食品添加剂 加入量占1%左右 可以中和掉过多的乳酸 精饲料中 蛋白质饲料占60%到65% 能量饲料占30%左右 每天每只公路四位1.4千克左右 南方地区从3月中旬开始 北方地区从4月中旬开始 逐渐增加精料四位量 每天增加0.1千克 一直增加到每天每只四位2.5千克左右 鹿绒产量高的公路 每天每只四位量增加到3千克左右 粗饲料轻柱饲料 每天四位5千克左右 粗饲料种类要多样化 由于我国南北方伟多的不同 日照的变化就会存在差异 鹿绒的生长时间也会有差异 南方从3月中下旬到4月初 就开始长绒了 北方的话从4月中旬到5月初 开始长绒 所以先擦有一个月 所以导致我们南北方的收容的时间有差异 比如说这个二杠绒长40到60天 长成 南方要比咱们北方要早一个月 二杠绒就是长有一个侧枝的鹿绒 当鹿绒连续生长70到80天 就能长出两个侧枝 也就是三杠绒 南方地区收割三杠绒 也要比北方地区早一个月左右 生长时间短 嫩一些的鹿绒 里面含的有益物质 要比生长时间长 老一些的鹿绒高 但嫩一些的鹿绒 含水量较多 制成干绒后 产量要比老一些的鹿绒低 这就要根据市场行情和需求 适时采收了 鹿绒的收割方法和收割出生绒 基本相同 只是这次下聚的茶口 要在距离鹿绞饼 约两厘米的地方 我们从三周岁开始 到五周岁的时候 一般先放两年二大人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时候 它的生绒的这个性状 还不是很稳定 如果我们放三杠的话 我们会发现 它会生出了好多肉流 导致鹿绒的畸形 从六岁开始 公鹿绒就可以收割 三杠绒了 这些刚刚收割下来的鹿绒 又肥又大 养殖场里又迎来了一次大丰收 看着这些鹿绒 刘武全他们 别提有多高兴了 收割后的鹿绒称为仙绒 可以冷冻保存 收割的鹿绒 可以通过蒸煮 炸绒等工序 制成干绒 做成切片 鹿绒由顶端到肌部 依次可以分为 蜡片 半蜡片 白粉片 红粉片 血沙片 骨质片 以及白绒片等 要用价值和有效成分的含量 由上到下地减 除了店面销售梅花鹿产品 刘武全还紧跟互联网时代的步伐 开始了网络营销 来扩充自己的销售渠道 刘武全带着他的双羊梅花鹿 来到北京后 一手抓养殖 一手抓市场 通过多种销售渠道 走出了自己的创富之路 让我们祝福这位满怀信心的养路人 明天会更好 好了 本期节目就是以上这些 如果你想了解栏目的更多内容或信息 可以登陆农广天地的央视网 官方网站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我们下期节目